我要强调就是那个 拖鞋是一种精神你知道吧 就像你们去听九把刀演讲 九把刀不会带九把刀吧 道理是一样的 我就先简单 这是我简单自我介绍 就你们看看就好 因为我相信今天你们从一分钟 然后到刚刚大概六位讲者 其实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 这张我要开始讲一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这张是我在从越南 然后去到云南的第一张 因为越南上面是云南嘛 中国云南 然后那个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走到青年旅社嘛 然后大概六人一间吧 然后走进去后就有一个藏族人 你知道吧 因为他一看就是藏族的装扮 然后他本来在发呆 然后看到我就跳起来 他第一跟我讲的第一句话 就讲他们家藏语 你知道 他跟我讲藏语 所以你知道那样的意思吧 当一个外族人跟你讲 他们家母女的时候 代表他就帮你当自己人嘛 然后他就很开心这样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是台湾人这样 然后你知道他更开心你知道吧 因为他说我从来没看过 这么像藏族的台湾人 他就非常开心 从此以后 所以有些朋友会问我说 怎么样可以避免在旅行上一些危险 我觉得最好方式就是打扮得像他们当地人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 对 然后这样就是旅行上的照片 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平常都喜欢打扮台客路线 对我觉得他就是要抬到底这样 连拍照照都要很抬 我们就直接今天开始的一个重点 对 我相信今天现场所有人应该没有人不喜欢旅行的吧 就如果有那非常棒你知道吧 就遇到踢管的这样 就我特别喜欢 然后我的演讲都非常喜欢互动 我们就可是互动啊我的经验告诉我 你知道我第一次演讲就傻傻的 然后就开始互动 然后没有人瞄我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有赠品 然后你知道吧 一切就改观了 这个赠品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小卡片 然后后面有一些字 就我们如果有些互动的话 就送给你一些小礼物 很简单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觉得旅行需要具备什么样两种特质 然后等一下就是送到底 因为大概十亿张吧 就送到完为止 然后尽量不要重复 有没有人愿意可以分享旅行需要 怎样要分享两个特质 先第一个来 要两个勇敢跟什么 你再随便想快点 好钱啊 我帮你掰好不好 我帮你掰啊 好啦 所以我今天这样通通有想 你就勇敢需要什么 不要重复哦 冲一把 冲一把 冲一把还有来 还有防生素 好防生素 好那我们就你知道吧 不能超过三秒钟 三秒钟都放弃这样 那之下再位 自信跟自在非常棒 来 来 尝试跟爱心 我听说爱情了 爱情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尝试跟爱心来 乐于分享 健康的体能 对 健康体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吧 对 那种年纪大家都非常有感受 因为你们这边都很年轻这样 来 好奇心跟想要认自己的心 好非常棒 那我们要加快脚步 还有三张吗 差不多 四张 好啦 那就接下来一个就好了 我们就把六张送完 来 一个就好 谁一个 谁育儿啊 来再来 装手 好装手很重要 是谁做装手的 送送送送送 来 灵机应变 这样棒 来 好这边 后脸皮 这很重要 对 真的非常重要 对 来 来 撑下去 撑下去吗 好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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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中间好了 对 冲动吗 刚刚 大家非常多的答案 你知道 都没有人猜到我要分享的三个特质 你知道吧 就 因为我是先机 第一个很重要 喜欢吃 为什么要喜欢吃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有吗 却抖了 不行了 那不然就看 我们办法连结 等一下 等一下 对啊 直接放平安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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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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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